今天台股第三度攻擊季限 可是這一次給它攻過去了 可是昨天外資的期貨空單 卻進一步的增加到35000口 難道台股要再次下殺了嗎 中東即將全面開戰 航運股 軍工股再起 今天節目很重要 請務必看到最後 大家好 我是林玉凱 好 陳如我剛剛所說的 也許是受到中東戰事的影響 今天台股第三次 攻擊了這個季限 原本一度好像預壓有點壓迴 可是最後挑戰成功了 這代表什麼 是不是代表台股準備要噴了呢 可是只有一天挑戰成功 難道就能夠定義它是真的站上去嗎 好像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現在大家最大的隱憂是什麼 昨天外資的期貨空單 已經繼續擴張到 35862口了 好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證交所的數據 今天空單是回補的 好不好 今天空單是回補的 回補了4000口 回補了4000口 也就是說今天的未平常空單 應該會降到3萬1000口左右 可是那又怎麼樣 3萬口還是很多啊 更遑論昨天是3萬5000口 對吧 可是呢 3萬5000口雖然很可怕 現在又是第三季的祭底啊 昨天我又告訴大家 歷年第四季都有行情 這到底是怎麼樣 多空如何抉擇 所以我想說 今天這首歌接得多順 我想說直接就接下來了 我仍然認為現在會是你的機會 好不好 秉除一切的這些雜念 現在就是機會 我們先把你擔心的每一個問題 都拿出來討論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技術面 季線這次攻破了 可是萬一明天又殺下來怎麼辦 這個壓還是壓啊 對吧 季線攻過了 而且呢 但是這怎麼樣 22500點的這個關卡 其實說起來季線是一個壓嘛 可是呢 劃條線過來 22500點也是一個壓 22500點我還是沒有過嘛 7月底過不去 8月底也是過不去 是不是這一次如果再沒上去 就應該要下去 昨天我用這個2020年的例子 來跟大家做舉例 好 加全指數2020 加全指數 2020年呢 當時剛剛突破 12682嘛 30多年的這個天險 12682突破之後呢 來到13000點 對吧 7月份就攻到13031 之後呢 開始震盪 開始盤整哦 結果最高點 就是7月份 8月要攻13000 攻不過去 9月攻13000 攻不過去 10月攻13000 還是攻不過去 旅攻不過 你可以去回想一下 當時多少分析師告訴你 13000點 已經是台股的天險 是台股最大的壓力 甚至你現在回頭去看哦 你就是純粹用技術面 你去看待這個時間點 去看待這個走勢圖 你都有可能下這樣的判斷 哦 萬三沒過啊 對吧 那我們先看結果 各位 當時的萬三在這 後面是這樣子的 又漲了4700點過去了 想不到吧 當時的這裡 它變成了這裡 那為什麼我在2020年 可以一戰成名 因為當大家都認為 13000點是台股天花板的時候 我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 來 我說呢 如果說它攻擊了 對 攻擊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都過不去 最後行情下去了 OK 那個叫台股的壓力 你就可以說13000點是台股的壓力 可是如果說 它攻擊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都沒有攻過去哦 可是呢 它沒有下去 這叫什麼 屢敗屢戰 屢敗屢戰 那就是真愛了 好不好 如果攻過去一次 兩次 攻不過 下去了 那叫壓力 如果它是屢敗屢戰 屢敗屢戰 那就叫真愛了 因為一個男孩跟一個女孩 告白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都被打槍 還是不放棄 還是因為在他家樓下 冰狼堂守著的 那還不是真愛嗎 所以果然最後行情證明了 我是對的 所以先不要急著用 七月底 八月底的台股的壓力 就去下一個判斷說 這邊台股兩萬兩千股也許過不了 上不去就會下去 不需要提早去下一個這樣的判斷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思考 這個男孩兒有沒有離開 其實沒有 對吧 因為底是越低越高的 這個男孩攻一次 沒有 攻兩次 沒有 但他有沒有離開 他沒有離開喔 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呢 2020年 他在這個地方整理了 這樣看就好 將近要三個半月 將近三個半月 現在台股在這個位置區 壓了連兩個月都還不到嘛 三個半月都能突破向上 現在不到兩個月的 不用急 不用急 這是第一點 好 那再來 昨天外資的空單 進一步的增加到 三萬五千口以上 即便今天空單大補 還是有三萬一千口 現在很多人看到 外資空單三萬多口就很慌嘛 就很慌 為什麼 他生怕這種 七月 八月 甚至是九月初的這種行情 再來一次 可是我覺得這個要搭配看 這要搭配看 當時外資的空單 附加的是什麼 是現貨的大賣 是現貨的大賣喔 當時的三萬多口空單 它搭配的是現貨的大賣喔 來 沒有錯嘛 你看一下 史詩級賣超啦 賣超這種一千零七億啊 賣超九百六十六億啦 賣超八百四十六億啊 都是這一波 2024年九月 2024年八月 2024年七月 對不對 歷史上的第一名 第二名 以及第五名 都發生在最近 賣超前幾名都在這幾個月 這是我們當初的預測喔 預測什麼 大賣過後會噴啊 每一次外資只要史詩級賣超之後 都會置之死地的後生 光是這一點 你要給我拍拍手 因為我們是預測成功的喔 所以外資的空單如果搭配的是大幅度的賣超 那當然也許你會覺得說後面是不是有一波 崩利行情要來 可是這幾天不是嘛 這幾天不是嘛 今天現貨我還沒看 可是截至昨天為止 截至昨天為止 外資在現貨已經是連三買了 十九號買了兩百七十一億 二十號買了兩百三十七億 昨天買了一百一十五億 已經連三買了 當然我不能講買了三天 表示一定會繼續買下去 可是至少它期限貨是不同步的 它期限貨是不同步的 有沒有機會就只是單純的 為了買現貨而去佈置的避險單 那我再額外提醒一件事情 外資已經有三個多月 外資已經有三個多月都沒有出現 連續三天的買超 外資已經有三個月以上 都沒有出現過連續三天的買超 上一次的連三買 出現在六月中 大概在這個位置 後續行情怎麼走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上一次連三買發生在六月中 後續行情又創歷史新高 所以這一次有需要 因為外資的空單見到三萬多口 而擔心害怕嗎 我覺得不需要耶 坦白講我真的不需要耶 如果說啦 真的我們要講比較具有參考價值的 我帶大家認識另外一個指標 好不好 來 各位 這個指標叫做Poco Ratio Poco Ratio 這是用選擇權來做計算的 有在做期貨的應該都知道 Poco Ratio呢 來 各位我們來看喔 來看 選擇權嘛 對不對 選擇權講難聽一點 就是成本最低 去賭台股 多空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成本是最低的 幾千塊也可以啦 好不好 所以最多的小資族小散戶 參與其中 所以是的 我們把Poco Ratio 當作是反指標來觀察 通常這個數據 我們洪框框起來這個數據 就是買賣權的 也就是做空的那一方 除以買買權的 做多的 好不好 做空的放在分子 做多的放在分母 反正這個比例呢 算出來這個比例呢 它就是告訴你 現在市場上的小散戶 它做空與做多的比例 只要大於100% 表示散戶看空的比例 大於看多的 那如果大於120% 我們大概會設一個經驗值120% 就表示散戶幾度看空 那我們來看喔 來這個數值呢 從8月底 大概90幾 90幾 到9月6號 一度來到105 然後呢 到9月多 一度來到110 到最近這幾天 從19號開始 123 124 昨天119 連續三天Poco Ratio 來到1.2左右 120%左右 也就是說 當台股 這三天 站上月線之後 反而散戶都認為 這個地方可以空了 反而散戶都認為 它過不了季線了 這有沒有可能就是 今天台股突破季線的原因 你就去思考這一點囉 當一堆小散戶都認為 台股這個地方 應該空的時候 你也要這樣想嗎 當一堆小散戶都在看空的時候 台股就應該跌而不會漲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以留給大家 在廣告時間好好思考 中東開戰 我們放著下半段跟 好運股一起聊 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中東的戰局 最新新聞 這是早上7點鐘的 以色列猛烈轟炸黎巴嫩 那樣492死 06年以來最慘 但相關新聞 你去Google一下 非常非常多 這一次也許有機會 會比之前再慘烈 再劇烈一點 那我們當然不主張 也不鼓勵戰爭 可是在這一次的 中東的戰事 我並沒有打算要琢磨太深 同樣的一個原因 跟股市來說 至於股市來說 鬼故事只有第一次聽的時候最恐怖 鬼故事只有第一次聽的時候最恐怖 衝擊是最強烈的 對吧 你看恐怖片也是一樣 第一次看到這恐怖片 哇 鬼忽然出來 嚇你一跳 當下真的會嚇死 好不好 可是當你第二次看 第三次看第三次看 你已經知道鬼什麼時候出來了 甚至你已經知道 那個鬼叫什麼名字了 對吧 所以不論是中東的戰士 烏俄戰爭 甚至是貿易戰 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都是在利空剛剛出來的時候 對行情的衝擊最大 越到後面越淡化 越到後面越淡化 烏俄戰之間還在打 可是你會關心他嗎 你會覺得他對台股有造成衝擊嗎 所以說 會直接受影響的航運股也好 又或者是有激勵效果的軍工股也好 我會定義 這就是一個短期的效應 這就是一個短期的效應 那講到短期 就不得不提到我們的快打部隊了 對吧 盤中我的發文呢 我也不藏了 來 各位 今天在我的LINE LINE這邊都可以自己加 好不好 在我的LINE早上10點21分 你有加LINE的 你就可以收到我這個即時的 算是買進的提示 以及我們操作的痕跡 今天快打部隊來買一檔 大型股 大牌 結合時事拼短線 可以的 這題有夠簡單 又要跟時事有關係 又是大型股 不是 這個是大牌喔 排隊的牌喔 大牌檔的大牌 不是那個明星耍大牌的大牌喔 所以是誰 是誰人咧 2603 長榮 來 2021年最紅的網路梗 對吧 大牌長榮 買長榮 一個應該是沒有捲 大牌長榮 買長榮 大牌長榮 買長榮 先講一下喔 航運股這麼多檔 為什麼選他 我在選股票 特別是航運股 我喜歡挑指標 挑指標 因為像航運三雄 當然就是指標中的指標嘛 那三雄怎麼選 很簡單 選最便宜的 選最便宜的 因為目前上半年的這個 半年報 已經通通都公佈完畢了嘛 長榮 哇不得了 碾壓其他兩雄 21.86 陽明6.6 萬海5.7 如果說我們粗估 來抓一個本應比的話 長榮 5.7倍 陽明9.1倍 萬海15倍 我選便宜的 我選便宜的 所以我挑長榮 那如你所見 我發文的時間呢 落在 10點的21分 所以今天我們有沒有 限滿限賺 10點21分 來我們大概抓一下 會在哪裡 大概 大概這裡吧 小賺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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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開玩笑啦 其實這等同於沒賺 等同於是沒有限滿限賺的效應 所以這個就是我第二個 選擇長榮的理由了 所以很多人來質疑 質疑我 質疑我們的團隊 質疑我們的操作 因為我在禮拜六 我還放了一支影片 對 昨天帶大家在節目上看過 不好意思 讓我再複習一次 我真的覺得我們團隊這支影片 做得很不錯 好不好 我們再看一次啊 60秒而已啦 好不好 分析是財經網路氾濫 到底誰是真厲害 我們做到什麼 直球對決 對不對 買萬序 這個抓得多漂亮 牽頭一把抓萬序 15分鐘 亮燈漲停 接著呢 全球傳動 對吧 是我是你 4540全球傳動 一樣喔盤中即時發訊息喔 即時拉即時賺喔 即時拉即時賺喔 第三一檔咧 柏雷 柏雷 子彈 對吧 9月16號時間日期 我通通列出來 好不好 漲也漲給你看 拉給你看 會賺顆 這都上禮拜的 很會賺錢的先顆 還有鵝啊 一樣 對吧 馬上拉到將近漲停板 對吧 因為我們賺錢的速度是如此之快速 所以說呢 你不用去擔心什麼利率決議啦 不用擔心什麼美國經濟數據啦 所有一切都是你眼見為憑的 團隊真的做得不錯 好不好 感覺很厲害啊 是要質疑什麼 網友就講啦 你講什麼萬序啦 講什麼全球傳動啊 博雷啦 這種 中小型股拉高有什麼了不起 漲停板有什麼了不起 你看不起中小型股 是不是 所以昨天我挑戰誰 來 昨天的發文 盤中的發文 所以用一張圖片來呈現 這個字是什麼 什麼 嗆人貓咪嘛 對不對 2481嘛 2481嘛 誰 我昨天挑戰牆帽 來 一樣看一下時間喔 11點42 好不好 11點42在哪裡 我們買在哪裡 我們買在哪裡 買在這裡 有沒有現買現拉 有沒有現買現拉現轉 果然現買現拉現轉喔 好不好 強茂算是小股票 強茂不算小股票了吧 強茂算是市場上 很有知名度 很有人氣的一檔股票 昨天成交量快1萬張喔 快1萬張喔 再來這小股票嗎 如果連強茂你都不認同 沒有關係 今天直接就長榮啊 今天直接就2603長榮啊 台股全資排名第19名 沒有個幾十億幾百億 你不要想撼動他的這種股票 這總沒話說了吧 你總沒話說了吧 好 所以今天我們快打部隊 買了長榮 因為確實喔 以今天的行情來講 它成為了市場上 資金短暫的一個避風港 可是呢 你看這個型態 底也打得夠扎實 帶量去做一個突破 所以其實也符合我們在這個 快打六大策略裡面的 強勢股攻擊段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 這個跟著消息起落的 畢竟我們就是進行短線 短暫的操作 所以這一次操作周期 我預計大概就是在一個禮拜內 一個禮拜內 所以如果你手上也有長榮 甚至陽明萬海 你想跟我們一起順勢 去做逢高獲利出場的 歡迎你 你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NE 透過LINE私訊我 好不好 我們可以有 這個航運股上面的一些交流 畢竟我們在快進快速快打部隊 除了績效還不錯之外 我認為我們賣點也抓得還不錯 像昨天晚上我不是有發文嗎 對不對 昨天一開盤 快速賣三檔股票 而且我們通通賣在高點 我們列給各位看嘛 聯軍對不對 開盤賣是賣在高點 尾盤殺下來 全球傳動 開盤賣是不是也賣得很漂亮 富士達開盤賣 到最後也是一樣 全部都殺下來 都賣得很漂亮 所以說今天我相信我賣點 不敢講每一檔都抓得很漂亮 可是絕大部分是抓得還不錯的 好 最後我們來看幾檔股票囉 第一檔 看這個酸民的最愛 今天跌3.3% 沒關係 就拿起來講 酸民真的太喜歡他了 緊抓不放 這樣我講最後一次 好不好 以後我也懶得回應了 新日星我現在是中長線的操作 我不排除我有可能放到明年 因為蘋果的折疊商品 預計明年才會發布 所以我們不排除這一檔的操作 會一路延續到明年 那我現階段的策略是 200以下我會加碼 200以下我會加碼 今年的目標價 我認為可以到250元 今年的目標價我看到250元 明年的目標先不預設 好不好 簡單明白 那第二檔呢 同樣是網友最喜歡攻擊的標的 昨天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板 也一大堆人問 有人說 你是不是怕了 你是不是不敢講了 是誰 惠特 你急什麼啦 今天不就長了嗎 對不對 不過現在還不是我被人罵得最 最兇最嚴重的時候 我跟你講 惠特這樣一路走來 罵最兇的 肯定是這一段 好不好 肯定是這一段 我跟你講 即便是這個時候 8月上旬的這個時候 我都敢跟你講 當初來加入我團隊的 我就帶他買惠特 換股 買買就是買惠特 我跟你講 有圖有真相的 好不好 你們在中視做節目 不能打狂語的 來 自己去看喔 我從8月初講到8月中 講到8月底 我說只要你來找我 父親節活動 我就幫你檢視持股換股 我們去換惠特的也不少 來各位 他不是剛跌完嗎 月下還沒站上去 我再講幾次 跟你講幾次惠特了 拍誰 當初是100出頭喔 100出頭 我就告訴你說 我們去換惠特喔 你的爛股票 我幫你換成惠特喔 到9月初 來 各位 9月初 這邊不是也殺一小波嗎 創高 流上癮線 壓回殺一小波 我說也跟你講 惠特這個叫做 有目標價的股票 我才不會隨便賣 那我請問你 我在那個 他最差的時間 最差的時間 我都敢講了 現在我怕什麼 各位 他才剛創新高 我的成本在這種地方 我要怕什麼 我到底要怕什麼 我搞不懂酸民的邏輯 況且他的好朋友 也是我們另外一檔持股的萬潤 都創新高了 惠特有可能很快就跟上了耶 好嗎 不過目前台積電社會場當中 我說過 我最看好的 變成是星雲 因為他比較有落後補漲的優勢 不是說萬潤跟惠特不好 我認為他還是有機會 朝著我的目標前進 只是現在 比較大的機會 會落在星雲 這就比較偏波段操作的部分 包括 8996的高利 今天也不錯 今天創收盤下的新高 這也是我打算要賺一個大波段的 然後 高峰 今天有點微微破底 太好了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破底還不夠 因為我的買點還沒有到 原相 今天有點小跌 在高檔 小小的翻黑 這就是快打部隊的股票了 這個我們操作的是什麼 來 我在9月11號就告訴你了 這是快打六法中的強勢股 攻擊一段 那原相目前呢 從我們11號到今天 大約獲利將近兩支漲停 兩支漲停左右的獲利在手 等到原相轉弱 我隨時可能進行 停利獲利出場的動作 那截至目前為止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快打部隊火力全開 每一檔都是你可以在我們的節目上 在我們的line 找到我們操作的軌跡的 從高峰 宜利店 富士達 萬旭 優群 紅塑台積電 嘉澤 大量 遜德 波磊 光盛 智茂 台灣精銳 劍漢 群雄傳動 聯軍一路到富士達 這我沒算錯應該是18檔股票 好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切入日期 出場日期 通通都可以標明 方便你在youtube 我的頻道去做對照 可實現獲利 我也都幫你標出來 目前累計總計的這個金額呢 不是金額 累計的這個報酬率256個百分點 256個百分點 可是現在時間已經來到8月 9月的24號了 我們原本月初的時候雄心壯志 我跟你講月底前300% 對吧 300%目標賺得到嗎 現在256還差44個百分點 相信我 我非常有信心 300%只會多不會少 好不好快打部隊 持續進行之中 除非台股可以把這個季線 站穩再說 好不好 一樣你有任何持股問題 操作問題 隨時歡迎你 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atwin1688 小老鼠打不然1688 或者可以透過等一下廣告 0800專線 直接現場詢問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